这一家讲什么呀 什么样的女人漂亮 有一位社会学家 还有情感专家说 为什么有钱人家的子女 都长得帅气漂亮啊 那个都不是理由 她有钱可能会打贩 都喊过整整容 所以自然的美才是美 这从八字的角度上来说 一把心筋为首次之金 集图为田园之谱 一木为花草藤螺之木 这要配合好 那人又漂亮 但是从整个八字的流通上来说 八字流通人漂亮 看这一位 家子家银故城一位 谁啊 杨贵妃漂亮吗 贵妃那个 四大美人飞嘛 怎么样 看看流通怎么样 直随直接生家木 家木比肩 直接刻画 这就构成了一个上下流通的局面 所以这个杨贵妃是比较漂亮的 去长个匠 看过她的图片 看看 屋头做成 屋头为高原之土 这个是不是自肥啊 人自肥嘛 所以 长得比较肥美 在唐桃啊 好像以肥为美吧 人都还肥燕瘦嘛 那么周飞燕流寿 早上可以提起我 这是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生命观 所以 上下流通 这就是美 第三个 大家关心点 什么样的人口才好啊 看 我都忙了 家木生在冬天 必须有丁火暖菊 这个丁火是什么呀 上官啊 这就是时商卸秀 水旺 冬天的水旺 又有人为水透出 自作荧木 所以说 这个水旺 木消 必须骑虎嘛 这就是银 代表虎嘛 所以 这一种银毛 同时生出的丁火 口才好 靠口吃饭的 但是这样一看 它没有 经常有仇头 没有金 怎么样 官杀不忘 有点 放荡 这是 很正常的 所以 它的相当很好 口才好嘛 好 下一个 想我们再讲一个 什么样的人 对 你